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今天我要和大家 就是分享六招 如何可以让你睡得更像宝宝一样 那第一个呢就是 千万不要在睡觉之前 喝一些很刺激性的饮料 比如说是咖啡啦 茶啦 还有那些可乐啦 那个糖分含量很高的饮料 那这些就要避免了 因为喝了这些呢 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刺激性的 所以呢我们的身体 要放松睡觉是很难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睡觉之前呢 也千万不要去做一些 非常激烈的运动 比如是 吃饭 晚餐过后做的一些运动 打羽毛球啦 那出的隐身汗呢 那我们的身体呢 需要时间来cool down的 那我们的身体是没办法 很relax的 很轻松的 很放轻松的去睡觉 那第三呢 千万不要用酒精 来帮助睡眠喔 因为其实酒精呢 是会捣乱我们里面的 所有的周期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人 他们用酒精来睡觉的话呢 你会越睡越累 甚至呢晚上的时候呢 一直被梦进醒 或者是一直醒来 因为是酒精作怪 那第四点呢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 就是在睡觉的90分钟之前 或者是至少一个小时之前 千万不要再滑手机 或者是看电视机 或者是看电脑 因为这些的屏幕 他们都会有删发一种光 一种紫外线 这种紫外线 是跟太阳的非常的接近的 然后你的大脑呢 就会误解了 你其实现在还是白天 所以你是没办法睡着的 所以呢 劝大家呢 把这些东西放在远远的 在卧室呢 也不要安装任何的电视机 就是进到卧室 上到床呢 就是睡觉了 不要再搞任何的东西了 第五点呢 就是也要看我们的环境 会不会太热啦 或者是太冷啦 又或者是会很潮啦 声音啦 还有我们的那个灯光 那灯光最好就是调到最暗 如果你需要小灯来 让你入睡的话呢 也是OK 把就是这些你的环境 睡觉的环境 要非常注意 会不会影响到你睡觉不舒服 所以这个你都要调到 最适合你个人的睡觉的习惯 那第六点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贴士 就是四七八法则 呼吸法则 四七八呼吸法则 这四七八呼吸法则是什么呢 当你睡在 躺在床上 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 四 就是你吸 Breathe in Inhale 吸 一二三四 四秒 然后你hold住 憋气 七秒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慢慢呼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七八 这样子 就这个的动作呢 其实要帮助我们的呼吸 跟我们的那个呼吸频率 跟我们的心跳呢 是有帮它慢慢的减慢 让它放轻松 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好,那希望这六招呢 可以帮助到你 简单入睡 像个宝宝睡得好好的 那再见咯